162 明報 中美違約率升威脅環球債市 2015年7月22日國際金融A19評級機構標譜表示 公司債券的投資者面臨中國和美國垃圾債券市場違約率上升的威脅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債務市場 債務總額相當於中國經濟規模的160% 比例是美國兩倍 中國企業的債務預盈利比越來越高 2010-14年 原材料企業的債務預盈利比由2.8倍升至5.3倍 能源企業的比例由1.1倍升至4.4倍 工業企業由2.5倍升至4.2倍 路透社稱 去年以來中國的減息、降準措施 是希望小企和創新領域獲得更多信貸 不過最終導致用於股市投機的貸款大增 鮮油 將顯示信貸用於投資實體經濟 內地為全球最大公司債務市場 標譜預計 2019年底前企業需發行57萬億美元債務 其中40%來自中國 21%來自美國 中國此貴GDP增長7% 達到官方目標 然而近期股市暴跌 令人憂慮企業債務水平 標譜指出 中國市場債務增長迅速 風險和定價的不透明 偏高的債務與GDP比例 都使這市場面臨較大風險 在美國 多年的低利率使企業容易通過貸款和債券融資 信用評級較低的企業也能獲得融資 因為機構投資者都尋求更高的回報 標譜稱 在2012-14年間 美國五分之四新債發行商市信貸級別為垃圾級的企業 而發債所得大多用於回報股東 並非著眼於帶動未來增長的投資 除巴、皮、儲局加息臨近 可能出現相當大量的熟匯 導致市場的資金流動性減少 資前能利用資本市場的企業 其融資的難度可能提高 美銀美臨的數據顯示 上週債券基金流出了280億美元資金 最近五週的資金流出達到兩年最高水平 可能引發違約 綜合報道